美国海军官网当地时间10月21号发布消息称 美国桑迪亚国家实验室20号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位于弗吉尼亚州的沃洛普斯发射场 连续发射了三枚探空火箭 火箭飞行高度超过400公里 并经历了短暂的载入过程 期间火箭上的仪器收集了高超音速飞行器的材料 传感器和通信设备数据 桑迪亚实验室在新闻稿中称 这次发射任务共涉及23项技术实验 将有助于美国海军CPS常规快速打击计划 和陆军LRHW远程高超音速武器计划的发展 不过这次成功测试的喜悦只持续了短短一天 据路透社报道 当地时间10月21号 美国军方在阿拉斯加科迪亚克航天发射场进行的 另一次高超音速技术测试 因助推火箭故障失败 消息人士指出 这次实验原本是要验证一款 高超音速滑翔载具在某些方面的性能 美国近期进行的两项高超音速导弹测试 都和CHGB通用高超音速滑翔体有关 该滑翔体是美国桑迪亚国家实验室 基于上世纪80年代的技术成果发展而来 为双锥体带舵气动结构 将作为未来美海军和陆军高超音速导弹的战斗部使用 2020年3月19号 美军在夏威夷考爱岛首次队通用高超音速滑翔体 进行了飞行测试 据称最大速度达到17马赫 命中误差不超过15厘米 目前美海军陆军正以这款滑翔体为基础 发展各自的高超音速武器系统 其中陆军行为AORHW远程高超音速武器 海军行为CPS常规快速打击导弹 虽然两个军种的发射平台不同 但导弹基本相同